其實都是一個很煎熬的攻防戰來的 其實說真的 那時候在裡面 大家在外面聽說15天而已 其實在裡面 它永遠不會告訴你 是不是15天 我當然很清楚知道 我不是因為票倉進來的 我是因為一些政治案件進來的 我也經歷過就是14天的單獨囚禁 非常辛苦 去到一個位置很奇怪 你會有一個病態 就是你希望審訊者會過來跟你聊天 你會希望審訊者會過來 快點 你過來問我問題也好 有人可以聊天 如果不是怎麼克服呢 我當時在監倉裡面唱歌 盡量唱歌 我記得那時候我還要唱這個六四的紀念曲 自由花的那時候 監倉裡面有兩個鏡頭 24小時會看著你 它也不讓你做運動 所以也非常辛苦 我想很幸運我自己有信仰 所以當時我就是唱歌 祈禱 和和自己聊天 有時隔著監倉就會大喊 大喊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就會說有沒有人啊 我是香港人來的 有沒有人啊 有沒有人聽到我說話 我嘗試去看一下附近有沒有 就是我監倉附近有沒有那些人聽到我說話 可以跟我聊聊天 結果是沒有人回我的 我相信應該在我的監倉附近有其他人的 但是可能他們沒有回覆我了 是的 其實是一個很需要自己內心堅強的一個過程 也都不要 那個感覺是什麼呢 當你運到監倉裡面 當你運到監倉附近的時候 你會慢慢的精神會崩潰的 慢慢的一個很崩潰的一個過程 你盡量是要和自己聊天 你和自己聊天 譬如我自己很幸運 因為我會祈禱 我會交流 和我的信仰去交流 我也都會唱歌 令自己維持理事 我當時一度有想過自殺 當時幸運是因為我只是運15天 我當時15天 當時公安、國保、國安和我說 如果我不合作 他們想以一個叫修容教育的名義 就是機壓多了兩年 甚至可以直接加害一些政治罪名 看看他們是否方便 例如武裝撥亂及暴亂罪 或者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有單獨運我幾年 我寧願自殺 那這件事其實國安都知道的 我會很清楚跟他們說 我會自殺 如果你這樣對我 所以 我不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也不知道怎麼去 跟大家解釋在倉裡面的感受 但是我只可以這樣說 就是盡量保持理智和保持希望 和保持信仰 甚至說 怎麼可能沒有呢 我們從哪裏哪裏得知 就是外國的政府會資助你 如果你射中香港警察的頭 有多少錢 射中他的手有多少錢 射中他的腳有多少錢 是有分level的 是會分不同的獎賞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真的是天荒夜譚 我聞所未聞 聽都沒聽